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馬田賽馬集作 今天是2022年1月23日星期天 拍片時間大約黃昏6時半 剛剛跑完10場的沙田日賽 來到賽馬結果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些即時的賽後話題 今次主要話題都沒有其他話題 因為重點已經在金槍60 終於這隻馬就斷籃了 所以馬威現在出了挑戰紀錄 那些通常都很邪的 當然是馬後跑 都沒有人想是這樣的 這件事,即是今天他輸 都有很多的議論紛紛 我覺得有三個重點可以跟大家講 第一,就是今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輸 第二,就是何澤堯發揮到底有沒有問題 因為都有人說何澤堯是跑錯了 第三,當然也是檢討一下 金槍60的部署或者前景是怎樣 都在這條片跟大家分析 至於標題講到兩場大賽都有一些選人選己的行為 牽涉一些對際 或者故意搞其他馬的事件 其實兩場都有 當然包括金槍60那場 深水清的觀眾都知道我講些什麼 開始前都簡單提一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我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再按旁邊的鐘 就是更好 首先,就開始講金槍60先 這裏他跑第二,輸了給夏威夷 其實夏威夷都是看少他的 我自己賽前都覺得這隻馬是否應該正在下跌 要寄望,都寄望他正在上跌 今季跑得少,幸福笑容 但飛數是很硬正的 由隔晚到現在,他跟幸福笑容都差不多飛 結果真的贏了 當然這只是馬後炮而已 就算他飛數硬正都可以輸 至於金槍60,今次終於斷了連勝紀錄 破不了精英大師的紀錄 你說破不破到紀錄,評不評到紀錄 就很閒 我想大家最關心的是馬本身 到底他是不是有什麼退步了 又或者是否何澤堯要承擔責任 連馬斯要承擔責任 之如此類 其實這場馬大家都看到 其實金槍60的出閘就普普通通正常 但達心聲突然間慢了很多 你說他沿途都是封住金槍60 他是不是真的完全在賽前已經部署定一定要封他 未必 因為剛才所說 他出閘是突然間慢了很多 你不是高到突然間出閘萬五個馬位 就是為了搏金槍60 不是這麼高的 是吧 估不論如何 就是他整個過程 就是莫雷拉 看著金槍60的假想敵 當然不想他好過 是吧 你在作戰的角度來講 一定是封住你的主要對手 是吧 全程是搏得陷的 金槍60 想出都沒得出的 於是令到金槍60 就是說 入直路的時候 浪費了很多力 在出彎那裡 扔出來那一刻 要再用一點體力 再被他達心聲出去 那裡的確是浪費了一些力 又因為前面那兩隻馬走得順 夏威夷和健康愉快都走得很輕鬆 令到夏威夷在直路的時候 有七八個馬位的優勢 相對於金槍60 就變成平榜 第一鬥爆 在四百米 那七八個馬位就追不回 追剩四分三的 真的很慘 很慘 這場馬我認為 問題就在於這裏 就是達心聲 在這個組段 完全拼著了金槍60 你說莫雷拉是否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又或者是否有對際的成份 在裡面呢 阿芳和蔡應該沒有對際 你說莫雷拉和蔡有對際 知道蔡有主力 所以特意拼著他 是不是特意拼著他 幫蔡開路就未必 正如我剛才說 一定的 你看著你旁邊的假想敵 你當然不想他好過 你當然不是那麼容易被他出的 如果你很輕鬆 給金槍60出 你說莫雷拉不盡力拆騎 又說他有什麼問題 所以不會的 所以是 所以都是各為其主 我覺得在這場賽事裡面 至於有人提到 何澤宜跑這隻馬 有些托帶 或者責任在他身上 我都不認同 完全不認同 第一 因為過往金槍60 都是用這個跑法去贏的 他過往都是 早段留後 入席路扔出外 當不理那麼多 你說明是馬王 當然是用馬王的跑法 在裡面虧什麼 上次是國際賽 因為要對很多外隊的對手 挑戰大了 又排過二檔 才讓他想 如何在中間拿位上前 想著對回本地馬卓 當然是用一個穩困的跑法 扔出去 不知道這隻達心星 我想他猜不到 達心星會撥得這麼陷 以及撥得這麼成功 讓他出彎 真的拿位那一下 浪費了很多體力 去扔這隻達心星出去 那裡是虧了 我看到有些人說 何宅堯 為什麼有裡面這麼大的空位 你不拿 是要扔出去跟別人鬥夾 沒得說 馬王是用馬王的跑法 還有 你現在看到現成 內蕩有空位可以上 到金春60 真的選入面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簡單 就是達心星會一起跟你在裡面 捱著你來走 你明白嗎? 這是用結果去告訴別人 為什麼一開始不做那件事 到了你選入面 形勢會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解讀賽事 就不可以這麼想當然 裡面這麼多位 為什麼金春60不拿裡面 何濟耀 為什麼這麼一成不變 不懂得變通 又或者被人搏著 跑得不夠聰明 這些是大家說的 至於金春60 我認為 雖然說他 我覺得是有點阻滯而輸 但是今天的表現 的確是輕輕有的 那麼多失望 因為其實 如果你是作為馬王的話 就算你虧一些 就算你有些困難 你都應該要克服到 但是今天他就追剩了四分三的馬位 可以說是蔡漢的部署出色 偷襲成功 至於你說是何澤堯和呂健威 是不是在賽前的部署有一點點疏忽了呢 我覺得在這裡可能有一點點 因為上次譬如說在國際賽牌內檔 那麼金春60就會打醒十二分精神 賽前有兩騎連一定會 就是研究了怎麼跑 說有外隊合馬在這裡 排二檔會被日本馬打死 研究了很多方法 反正都是排內檔 不如跟前一點 跟著在中間捐出來 等機會 上場在國際賽就很清楚 那麼這次一檔其實都是一個困難 對這個金春60來說 但是根本上已經沒有想過會有問題了 因為呢 全部都是對回本地馬 也都絕大部分這些馬 都是輸過給金春60 沒有想過金春會輸 那麼 所以呢 在這個部署上可能有一點點鬆懈了 也都猜不到 就是外面有一隻馬 拼得這麼徹底 那麼 造成 就是夾夾所有的因素 就形成今次的敗仗 那麼這個看法 就是小小 你說他們很疏忽 因為始終你跑馬 你不是長長贏 長路都有盡時的 那麼你今次就算你研究得很好的策略 那麼可能你跟前了 一樣是會有其他問題都未定 只不過我就覺得 因為上場國際進跑得大好 那麼就令他今次的部署上少少的疏忽 我認為不是大錯 至於這隻馬的前景是怎麼樣呢 有人說香港金杯 有人說 那還遠不遠征好 現在輸了 那麼 那麼我的看法 如果是這樣 金槍六十現在輸了 那應該是舒服了 就是那個心理壓力應該大減 所以 開頭 他季初 譬如說贏完國際賽 或者一直之前 他為什麼禁時復出呢 幕後和呂建威都是說 季尾有機會去安田 我想現在去的乘數會高很多 因為已經輸了 那麼 你變了一個代價沒那麼大 你說如果一直保持不敗 你就說不要斷了 抱他有壓力 不如留回買一本地賽 那麼現在他都輸了 那麼為什麼不出去讓他試試呢 這方面就會令到馬主幕後 騎連方面少了這方面的顧慮 那麼當然 最後你說去不去成安田 就看看日本 去到六月 五、六月的時候 那個檢疫 馬匹的限制方面 可以不可以 如果可以的話 我覺得成行的機會 經過這次的敗仗會高了 至於下一次跑香港金杯 我覺得不好 哇 一千六也輸了 一千六也不行了 還二千 你說可以讓他試試長一點的路程 他之前贏過 但是他這隻 大家都知道 他是正宗的一里馬 那麼 無謂作 如果是這樣 我可以遠征跑安田的一千六米 就好過跑香港金杯 現在香港金杯的陣容 應該會強過去年他贏 贏那些時時精彩那些馬時候的 所以我認為他還是繼續向一里發展比較好一點 至於另外 第三場大賽 我都說有一些選人選機的動作 這場選人選機 剛才達心稱 我認為是有些角為其主而已 未必說有任何團隊的成分 但是這場 第三場我覺得似乎是有團隊的成分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了 八千師 八千師全程是被這個黃蝦王頂出去的 被這個黃蝦王頂出去的 全程走三叠 望空 形勢極之不利 尤其是他一個初上一級賽的馬匹 平榜 要對自己最高分的馬 加上沿途走這些位置 敗仗組成 這個潘頓似乎是有心的 我覺得 為什麼有心呢 其實因為他的主力 根本是放在放頭 放在前面第一、二位的速遞騎兵那裡 但是速遞騎兵自己也不生瘦 這隻馬似乎 暫時奠定 有些跑不回來 結果回來 本來黃蝦王想搭棚 幫同購的速遞騎兵開路 結果便益了前面 偉達馬房的當家猴王 還有一隻準成的顯心性 速遞騎兵自己就沒有了 我覺得這些跑法當然要拿出來和大家討論 但是我並不認為在大賽裡面有這些跑法是錯的 因為其實我們香港跑馬習慣了 因為以投注的角度為先 希望每一隻馬都是盡力 不會形成A區幫B區開路的鏡頭 買了A的就變成被人找笨 但是其實全世界跑馬都有 尤其是大賽是有極多的對際動作在裡面 和馬房 和同主 和國籍的騎司 是很多所謂的 你幫一下我 我幫一下你 就醜口醜了 才贏到長馬 在香港 在大賽出現這些鏡頭 都可以令大家 在對賽馬的觀察 有多一點的角度 意思是看來不只是欣賞一件事 欣賞個別騎司的戰略 列馬斯的部署可以是一個角度 而看看別人怎麼打對際 其實都是一個觀想和觀察賽馬的角度 大家可以從中有些學習 最後簡單提提大家 小弟已經有會員的Patreon YouTube會員頻道 也都新增了連費計劃 歡迎大家課金支持 除此之外 大家在我影片下面 給Like、Comment、Share 我都會一樣感激大家 無需要課金都一樣可以 最後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閃馬 填賽馬集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